如果這種異常的情況下 難道如果連院長管理都會被台電查錯 那我們老百姓不就被坑反了嗎 然後他說一週只住一到兩天 那如果真的是這個情況下 是誰幫他用了那麼多電啊 我想是不是台電出了問題 那院長的管理都這樣 我們南部不是一個燒烤店 也是電費暴漲嗎 對不對 所以到底是台電電壓不穩定 造成我們的家戶用電的電表的不穩定 或者是台電的整個供電系統出了問題 院長要查 我們也要查 百姓也要查 所有都發了每一筆錢 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都是人民辛苦的每一筆 他辛辛苦苦賺的錢 然後部會所長 你吹的冷氣 多邊的預算 也是他們的錢 要補助台電的一千億 也是他們的納稅錢 等於一隻股 百三年倍你知道嗎 那會不會覺得說那如果他只住一到兩天 他的可能是有多少隨後 有多少人員都在院長管理 我想總統跟院長必要的維安 這個我們都可以接受了 但是如果維安人員沒有跟著院長來公務 那院長只有一天到兩天 那剩下四五天 那個委員人員在裡面搞什麼 是不是院長也應該了解清楚 那裡面有多少耗電比較兇的吃電怪獸 這些家電應該要做一個盤點 因為問專家 他是其實就講說 就是兩萬多用力 是大概等於20個家庭的一個月的用電量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我也可以說是不是炸電機房的用量 也是大概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還是在挖礦挖比特地 我想是不是挖礦這個見仁見智啦 那整個我認為說院長今天早上也有說了說他要查嘛 我建議台電先把院長的電表換新了 更新一下電表 我們再看下一期的電費有沒有異常 六月十一號到八月十一號 院長官邸用電度數高達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度 在兩個月內用電近兩萬度 電費約十五萬元 質疑是浪費納稅錢 請教院長回應 謝謝黃委員的提醒 其實520之後我並沒有使用官邸 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整修完畢之後 才約一約有幾次在官邸有開會等等 那我個人大概在六月底七月初 一個禮拜也只有兩天 會因應隔天上午的時間 會在官邸使用 那麼我的家人也都沒有到官邸來做任何的使用 因此我們也覺得這樣用電的度數的增加 是有所異常 那跟去年相比較 六到八月增加了大概三千七百度 那八月之後大概增加了四到六月增加了三千七百度 六到八月大概增加了三千九百度 那會這樣的增加 我會請這個電力的檢查來看看是不是電器有任何的問題 但是同樣的我也會跟國人一樣 我們還是會進一步的檢討所有我跟所有官邸的我們安全的同仁們 一定要節約用電 那這一點我們必須做到 委員們想先問一下因為台電的那個電價審議會本週要來召開 然後現在好像傳出說因為玉山被退回 然後所以那個千億的撥補卡關可能會因此就漲電價 那麼事實上呢其實撥補預算其實本來就還要經過時間來審查 即便是沒有去退回總預算 那麼也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就今年年底之前就能夠決定要不要通過要不要撥補 那所以台電這樣的一個對外放話根本就是一個情緒勒索 而且呢根本就是為自己長電價找理由 因為這個電價他們本來是錯誤的能源政策造成他的電價成本的大幅上升 那其實最後不管是漲電價也好或者是撥補也好 其實都是在撥納稅人的皮也就是全部都是由納稅人在買單 我們要持球對決民進黨政府 台灣現在到底缺不缺電 我們的能源是不是如此的捉驚見肘 如此的緊張以至於什麼電都要跟人民來講 都要跟人民來要 我們看到在台電突然推出了一個方案 而這個方案會讓國人覺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在於台電在今年的6月17號有個公告 說要來做駐商自動需量反應示範方案 到今年的11月30號 時間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7月1號到11月30號 也就是相對來講今年下半年度 而下半年度剛好也是我們河山廠1號機要除疫的時候 然後每天的下午2點到10點這是最熱的時候 可能也是用電最高峰的時候 他講說參與用戶當月來 安低的這個度數總和大於2度整 該月可獲得固定電費扣減的每個月48元 每個月48元流動電費扣減每度10元 好 它的用意是什麼 它的用意其實就是希望在需要 本公司需要這個需求量要反應給服務商 指令用戶執行用戶設備來停止用電的時候 每個月每次一個小時 每個月執行不超過16次 每日以兩次為限 就是在如果說真的有需求電力的時候 它可以遠端遙控或是操作 讓用戶端有申請的這樣的一個電器 能夠不要用電或是降低用電 停止用電 我們要說第一 節電沒有人會反對 但是所有全台灣的人民拒絕為錯誤的 能源政策來背書 這樣的一個做法不就是更更證明了 過去我們要所謂的調度用電 都是針對比較高用電量的企業 廠商 工廠等 但現在把調度用電動到一般民眾的腦上 動到一般民眾的家戶裡 所以要拜託一般民眾都來申請 讓台電可以來調度用電 而時間就是剛好從今年和三廠一號機除一開始 並且從7月1號到11月30號 下午2點到10點 下午2點是天氣最熱的時候 也可能是用電的高峰的時候 而傍晚一直到夜間 這是屬於太陽下山光電 沒有辦法持續維持的時候 也是過去我們常看到 台電跳電吃緊的時候 調度不過來 因為太陽下山光電沒有辦法 及時的持續提供 而造成整個用電缺口的時候 所以這不是缺電 什麼才是缺電 什麼時候我們台電 我們台灣的能源 已經拮据到 要動用到一般老百姓的 家戶電器裡面 而一個月可以節省多少錢 我們看到 節電回饋金約88元 以及相關 有網友去算出 每個月再給所謂的 固定電費扣減 每個月48塊 有網友就講 那我能不能給台電48塊 你保證我不要跳電 我能不能給你48塊 你保證我們都可以 有正常乾淨無餘的能源可以使用 再來我們必須要講 同時以前董事長 也是過去 現在 民進黨 賴清德 總統的這個 所謂 三大委員會 其中之一的 氣候變遷委員會的 副召集人 他就 他就在昨天 就特別 當頭棒喝的講 台灣現在集體處在夢遊狀態 希望台灣的綠能 核能各佔30% 加起來有60%的 不排碳發電 對國際社會才能有體面 尊榮頂天立地的交代 不排碳是現在國際的趨勢 但我們等一下也要請我們的委員再來說 當為什麼我們的核電廠要除疫 但是麥寮的藍莓發電廠 卻要讓他研溢 拿火力發電來彌補能源的缺口 拿火力發電來達成民進黨過去到現在虛無飄渺 並且死爆神主牌的非核家園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想要給國人看到的嗎 用廢發電 我們到底還要多久 這是今天我們要再一次提出來 針對這個方案 以及針對同志賢董事長所說 請民進黨政府好好的面對國人 告訴國人 現在台灣到底缺不缺電